这个判例就是华航前机师王席爵 他26年前驾驶波音747货机从新加坡起飞 当时经香港返回台湾的时候 突然截机从香港上空转向飞往中国广州白云机场 而王席爵事后还遭到台北地检署以违反民用航空法通缉 而直到今年11月26号 因为超过25年追溯时效 检察官昨天对他做出了不起诉处分 上一次公开露面是在五年前北京金钱报分店开幕 前华航机师王席爵台下官吏 因为身份敏感引起媒体注意 而他也不担心台湾遭到通缉的背景 大方接受中天新闻的独家访问 如果他马上就说我们中国终究被通缉 那我会回去 如果他不再支持这个终究通缉的话 我不会回去的 现在您台湾还有家人在吗 我家的人都在台湾 都在台湾他们又是来贪亲 已经高龄81岁的王席爵 25年前曾是华航机师 民国75年开着华航货机结机社贡 原本应该从新加坡飞回台湾的他 经过香港后飞向广州 在当时引起轩然大坡 对岸还把他当英雄 给他中国民航局长 华北分局副局长 全国政协常委的职位 但他的结机案还在司法机关调查 北检对他发布通缉 直到今年11月26号 时效已经过了法定的25年追诉期 检方最后依法裁定 不起诉处分 目前王席爵已经退休 在大陆生活 有没有可能在检方不起诉之后 选择回到台湾探亲 到时恐怕又会掀起一波话题 终于新闻台北 综合八百